有兄弟留言问我 他来日本旅行时 很想入手一个高品质 又有潮流感的帅气日系包包来做搭配 但是还真不了解日系包包的品牌该选谁 这些品牌的定番经典款又是哪些呢 我想了一下这个主题 正好符合咱们的日潮新手攻略系列 那么情报员今天就给兄弟们带来了这个策划 在Top10个日系牛仔 City Boy立件品牌之后呢 咱们的日潮新手必入手的日系包包系列 它来了 我会从风格价位和情报员推荐星级 来帮兄弟们做推荐 另外呢还会附上入手方式的指引 那么希望兄弟们免费的点赞 先帮我点上一个 希望之后来日本旅行时查阅的话呢 收藏也先点上 以免之后找不到了 那么咱们开启这个日系包包大盘点专题吧 第一个日系包包品牌呢 就是日本国民级户外品牌 北连子标 至于为什么一个美国户外老牌 是日本国民级户外代表呢 可以翻看一下我之前做的子标全攻略影片 有详细的讲解 有兄弟可能会说啊 这也不是一个专业做包包的品牌啊 不是服饰为主吗 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啊 给女生推荐包包的话呢 就LV或者是Chanel都没办法拿出来说了 是不是也有一点荒谬呢 其实子标在我心里啊 一直根本就是一个包包品牌 首先包包的款式呢 都是浓浓的美式复古户外风格的基础款 而且啊 用料做工真的还是很OK的 价位适中 不会让人感到很离谱 想入手的话呢 也真的太方便了 因为子标品牌啊 几乎遍布日本各大百货的 The North Face专柜 来日本购物的话呢 我感觉啊 都算是很难错过的 那么下面呢就推荐几个经典的定番包型给大家 这一款的Medium Day Pack 可以说是品牌的定番代表作了 设计元素呢 集结了美式背包所有该有的元素 鸡皮底 猪鼻子挂钩 毕竟是户外品牌啊 下面还加了一个小挂绳 拉链处呢 再用皮子封边来做加固 这也是老式的美式背包 才能见到的设计 大大的子标logo 也能小小的满足虚荣心 尺寸大小啊 男女上身都合适 价位呢 在两万日币 是入手第一款子标包包的首选啊 如果觉得上面这一款太小呢 男生可以考虑一下这一款 尺码上啊 大了不少的Field Day Pack 不过啊 没有了GPD 价格啊 也贵了一些些 似乎啊 没办法那么的推荐了 然后推荐一款 比较有潮流属性的Utility Case 小包叠加小小包的组合 看一下电源搭配上身的效果啊 抢眼的亮色 还是有点啊 为搭配天彩的作用的 不过呢 价位也在一万二日币左右 确实小贵 这一款的Field 2-way Tote Bag呢 感觉是一款很有个性的单肩包 说实话呀 我也是看到电源搭配出街的效果呢 感觉有一点点心动 这一款呢 也是两万日币左右 既然提起了日系户外 那算是北连子标的同门师兄的 娜娜米卡 我也想一并的推荐下 而且啊 因为我个人喜好的关系呢 推荐力度还要再加上一颗星 真的是利剑啊 提起娜娜米卡呢 兄弟们可能马上想到的 是她的定番的都市技能夹克 或是风衣 感觉啊 对包包的印象呢 不是很深 但其实她的包包款式啊 我感觉啊 是有一点被埋没的宝藏款式 首先版型上呢 也是要偏向品牌的City Boy风格 尺寸啊 都要比其他的日常品牌 大上一号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个人呢 会多给一星的原因 另外啊 就是包包共享 娜娜米卡品牌服饰的顶级面料 加上品牌的做工啊 还是一贯的 有口皆碑 所以确实在日系户外里面呢 算是顶级的存在 缺点嘛 就是价位会比指标 再拉高一大截 再就是啊 低调到没有任何的logo 这一点呢 倒是见仁见智了 像我个人的话呢 就更喜欢娜娜米卡这种 没有logo 纯走版型和质感路线的品牌 另外入手上呢 也会比指标难几个等级 想要找到比较全的款式呢 建议还是要到 代官山的旗舰店来翻一下 其他买手店啊 几乎看不到 定番推荐款式的话呢 我首先想到的 就是这一款头盔包 面料啊 有防水的机能性 也透着那种高级感的光泽 加了背带的设计呢 不管是背在后面 City Boys的休闲搭配 还是手提式的正装搭配 都可以完美融入 我看了一下 电源搭配的效果啊 果然也是分成了 这两个风格 这一款的价位呢 38000左右 我认为有面料 有设计 价位不低 但还是很值得入手的 另外呢 就是这一款定番的 简简单单的 D-Pack背包 特点啊 就是足够大 大家看一下 电源搭配的效果呢 是不是觉得虽然简单 但是也帅到一个不行啊 价位28000左右 也便宜了不少 另外啊 还有一款单肩包 我想推荐给上班通勤用包的兄弟 主要是这款的面料啊 实在是非常的有质感啊 远远的都能看出是高级货 价位35000左右 咱们啊 一口气 把日系户外的包包都推荐完吧 下一个呢 就是FCE 品牌啊 是在2010年 由山根民史 山根马美夫妇创立 原本啊 是做包包起家的 当然现在呢 也拓展到了很多户外服饰系列 品牌的特色呢 就是浓浓的 日系设计师品牌的味道 干净简洁 且讲究细节 入手的话呢 也相对比较容易 来日本啊 很多大商场的户外区域 都很容易碰到 品牌的成名座定番包 就是这一款头盔包 怎么又是头盔包呢 没办法 谁让军事风 就是日潮品牌绕不开的主题啊 这一款的头盔包呢 其实在两年前左右 我还做过开箱影片 特色呢 就是功能设计很强大 包括内里的各种小口袋收纳 还有独家的一些小卡扣组件等等 缺点嘛 我感觉比Nanamica的面料啊 还是稍逊色一筹啊 不过价位呢 也下了一些 这一款两万六日币 再推荐一款背包 特色呢 跟上面的头盔包也差不多 也是各种的小收纳之类的 功能强大 价位两万日币 顺手啊 再推荐一款单肩包 这一款呢 我也觉得四四方方的 很有硬汉的气息 价位呢 也是两万日币 那么聊到的军事风啊 就顺手一起把这个军事风的 日本国民级包包品牌 Porter有希达 也就是大家说的吉田包 给聊一下 吉田包呢 创立至今 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在潮流圈成名呢 却是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 李元素教父 藤元浩的发掘 双方啊 还深度合作 共同成立了Head Porter品牌 这一段历史呢 其实在我之前的Porter有希达的 新速探电影片里 有详细的聊过 品牌的各个分支系列啊 多极了 不过呢 要说其中比较有潮流属性的 还得是解构 MA1空军夹克 设计而成的 Tank系列 系列全线日本制 做工无可挑剔 但是呢 价位确实不低 入手难度啊 可以说是极低了 几乎在日本 每个百货都有专柜 甚至啊 在新速的电车站里 都有开店 可以说啊 无处不在了 另外呢 这个系列 有个缺陷必须说一下 就是面料啊 比较怕水 且脏污之后呢 很难清理掉 用久了之后啊 难免会有一点脏脏的感觉 不过啊 听说品牌 要在Tank系列40周年 这个时机呢 推出全新的Tank面料 修复以上的缺陷 这确实 让我也是很期待 新面料的实物表现如何 品牌的代表作呢 就是这个头盔包款式 外面均绿 内里橙色 可以说啊 是标志性的设计 价位三万日币 其他的同面料的 不同款式的设计呢 也是多倒数不过来啊 这款背包 价位三万八 这一款小型一些的 类似头盔包的设计 比较适合女生 四万七日币 我比较喜欢啊 这款可爱的小小腰包 价位呢 也要两万日币 聊完吉田包 就要聊到他的自家兄弟 Porter Classic 很多兄弟脑中闪过的形象啊 肯定是吉田克姓父子 优雅且艺术家一般的 绅士造型 但毕竟啊 还是吉田家出身 Porter Classic的包包呢 也是做的真的一个字 跟品牌的洋服单品一样 包包最讲究的地方啊 也是顶级的独家定制面料 再配合上顶级的做旧工艺 日系品牌里面呢 我感觉包包这一块啊 PC 还是略胜VSWIM一筹的 当然呢 Porter Classic的价位啊 也是一流的 不过啊 包包单品 我感觉相对于洋服系列呢 也还算是高性价比的 入手难度啊 确实还是有一些的 基本上呢 只能去新宿 或者是银座的品牌直营店铺入手 下面啊 带兄弟们来看一看 几款定番的包包单品 第一个呢 就是品牌的定番成名座的 Super nylon系列的包包 以这一款腰包为例呢 大家看一下效果就明白了 是品牌引以为傲的 业界独家的尼龙做旧工艺 在尼龙面料上呢 呈现出了经年变化后的美感 这一款腰包 4万日币左右 然后呢 就是Vintage Denim系列 听名字呢 就知道是牛仔包包 同样的 做旧工艺 堪称一绝 这一款小马的手提包呢 5万日币左右 另外品牌啊 还会不定期的推出一些 新的定制面料系列 比如说这一款 灯芯绒的小小包 这一款的面料呢 我确实亲手感受过 真的啊 在灯芯绒里面 算是封顶了的 配色呢 也优雅极了 这一款小小包 2万4左右 真心推荐啊 然后提起日系优雅的 做旧审美呢 就让我想到了 咱们频道的老朋友了 Fundamental这个品牌 主理人荆棘学 就是这样一个 热爱日式蓝燃 和蓝绿美感的男人 频道的老观众呢 应该太熟悉了 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新观众啊 可以翻看一下 我之前拍的 Fundamental专题影片 几乎啊 每季单品呢 我都会第一时间 探店解说 品牌的包包 怎么说呢 我感觉啊 起码还是做出了 自己的美感和特色 而且啊 价位也还算亲民 只是啊 入手难度太大了 必须啊 跑到品牌 位于惠比兽的 唯一店面才行 有兴趣的兄弟呢 可以翻看一下 我的惠比兽 日潮攻略 品牌的包包 我之前有入手这一支 每年都跟 Outdoor Products 联名的背包 虽然是印花的 但是古部的风味啊 确实够独特 另一款托特包呢 就是比较有品牌特色的 蓝绿工艺的包包 是货真价实的 日式兰染 加上水洗作就 这一款呢 两万日币 那么咱们频道的 另一个老朋友了 那周K本 也要出场一下 虽然是英国品牌啊 但是因为对 古卓军品的完美复刻 在阿美卡基信徒 超级多的日本 极其受到欢迎 品牌的主线单品呢 也大都是日本制 在我看来啊 其实根本就是 个日系品牌 品牌比较详细的 结合探店的解说呢 可以翻看一下 我之前的 中木黑旗舰店探店影片 品牌的包包啊 似乎名气没有那么大 但是我却觉得啊 不仅设计够够复古经典 日本制的用料和做工呢 也经常让我感到惊艳 价位啊也适中 入手难度呢 相对还OK 在一些大商场里呢 也能找到专柜 我之后的 《大阪潮流攻略》里呢 也会提及 咱们来看一看啊 几款包包 这一款单肩包 使用了全新的尼龙科技 既有那种 老帆布的军事风的味道 又大大降低了重量 牛皮扣 加上军事风的暗扣 这一款 日本制 16000日币 我感觉啊 性价比还不错 再来看看 这一款的军事风 就更浓了 真的超有品牌的特色 附送的小哨子呢 是不是也很有趣啊 原价6万多日币 现在居然在四折 说起来啊 折扣力度够猛 也是这个品牌的特点之一 下面这一款呢 我是真的很推 是的 还是头盔包 没办法 经典的包型呢 就那么几个嘛 兄弟们呢 也可以横向对比一下 NIGEL这款的特色呢 就是每个细节 都还原均贫 价位3万2日币 那么下面推荐的呢 不是我个人多么想推荐 而是感觉啊 实在无法跳过的一个品牌 就是被称为日潮的王者 大名鼎鼎的VSWIM 为什么说我没有那么想推荐呢 是因为真的每个单品啊 一眼看上去都普普通通 但是呢 价位又贵到你翻开价钱时呢 倒抽一口冷气啊 关键这么贵的东西 还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logo标识 无法逾越的装逼啊 但是呢 为什么跳不过去呢 是因为咱们的主题 是日潮推荐 那么VSWIM的独家用料和工艺啊 我感觉是真的没有办法跳过 就算是不买 以开开眼界为目的呢 也是值得咱们一起 好好地研究一下的 以品牌的定番 这一款复古户外包包为例 首先包型啊 确实独特 背上呢 是一个神奇的梯形 其次面料啊 是独家定制尼龙 包底呢 是法国产的顶级植柔羊皮 既柔软又坚韧耐用 也可以享受经年变化 那么拉链和小的配件呢 也通通都是独家定制 这一款的定番包 8万8日币 另外呢 还有一款类似的 稍大的22升的包型 价位相同 再来看一看这一款 今年秋冬新款的 Rucksack背包 面料呢 也是法国产的高级羊皮 拉链瑞士产瑞瑞 主要啊 是这个揉搓做旧的工艺 确实啊 在其他品牌上 我没见过 这就是Vswim真正的 工艺之王品牌啊 这一款的价位呢 也直接标到了23万日币 同系列的呢 还有一个头盔包 价位啊 也差不多 那么聊起日产的工艺呢 确实有一个品牌 我感觉啊 起码是跟Vswim打个平手 这个品牌啊 就是Capital 当然Capital的设计风格 更加的张扬和嬉皮 但是啊 凭借自家工厂的 无敌做旧工艺 也是兄弟们啊 不得不关注一下的存在 价位较高 但是真的物有所值 入手难度较大 只有品牌的直营店铺 可以入手 这个品牌啊 能聊的太多了 咱们呢 还是先聚焦在包包上 来看一看这款军事风腰包 设计的利益呢 就是一个军人 在世界各地驻扎 每到一处呢 就收集当地的一个徽章 缝在包包上 这样的设计啊 已经故事性十足 再配合品牌顶级的 水洗做旧工艺 确实感觉啊 有收藏价值 这款包包 8万日币 另外这一款的托特 托特包呢 兄弟们可以重点看一下 它的配件用料和做工 脱色的皮提手 上袖的毛钉 脱线的补丁 做旧工艺啊 确实达到了神乎其神的境界 这款啊 便宜不少 6万日币 终于啊 盘点到最后一个品牌 就是世界公认的remake大师 Saint Michael的主理人 细穿雄泰的成名品牌 Ready Made 品牌起家呢 就是使用真正的军品收藏品 来重新制作各种经典款式 当然出圈的设计呢 就是用军部在线的爱马仕薄金包 等等的顶级奢侈品包包的款式 品牌本身的价位就极高 我感觉啊 跟它复制的这些奢侈品的价位啊 也没差多少 入手的话呢 其实一些偏向美潮的买手店 都很容易见到 在这里呢 我就推荐两款入门的款式 大家稍微感受一下 第一款呢 就是一款托特包包 虽然是入门级呢 但是尺寸够大 同样啊 也是鼓着面料 重新再制 所以呢 带着天然的磨损和做就 我跟安逸元兄弟的第一期的podcast里面呢 就聊到了这一款托特包 是他今年使用的最频繁的实践单品之一 上课啊 装电脑材料 真的是啊 起码容量是足够的 这款呢 大号59,000 小款52,000 另一款呢 是差不多面料的背包 不过啊 价位马上就翻倍到了12万左右 但还仍然算是品牌入门的价位 不信的话呢 剩下的款式 咱们再举例几款来对比一下 这一款明显复制了Goya的经典托特 价位18万 这一款呢 我就不说复制了谁 没人不认识吧 价位48万 再看这一款 是另一款的定番背包 43万 以上就是我总结的10个 日潮新手来日本啊 一定要关注一下的包包品牌 当然了 推荐的都是比较偏向我 个人的喜好和倾向 比如说呢 Human Made的包款也很多 潮流元素确实设计的也都很可爱 但是在用料品质上呢 我认为还稍微差了一点意思 就没有入选 再比如呢 Beams的款式虽多 但是品质啊 良有不齐 没办法做品牌统一推荐 总体上呢 我自己对这个名单 嗯 还是很满意的 大家也看到我的推荐星级呢 给的也还是很严苛的 我感觉啊 算得上 是对玩潮新手朋友的良心推荐了 那么也提一下呢 本周的会员节目 我将盘点50款左右的 最近上新的日潮品牌新品 同样呢 是有推 有必亨 保持呢 良心推荐 会员兄弟们啊 也记得周日中午 准时收看哦 关注东京日潮 关注东京情报源 咱们下周六见 明镜与大工地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